阳光照射进家中 让空间明亮又宽敞 桃园的社会住宅一推出 就吸引爆量民众登记 也正反映当地的需求 而桃园八德一号设宅 传出租金调涨 平均涨幅甚至达到六成 清水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吧 怎么说 因为其实其他的负担还是很大 因为你住外面还有水电 其他开销 四分之一吧 因为还有其他的消费 花费 如果说全部都 大部分都用在租金上面 就会觉得入不敷出了 八德一号设宅为15坪到50坪 调涨后的租金在3596元 到32100元之间 包含管理费 而以15坪的一人房型来说 原本最便宜的价格 每个月2400元 但调涨后则是3596元 将近原本租金的1.5倍 而其中涨幅最高的则是50坪的三人房 租金从18700元调涨到32100元 像我们那边都租3万都快了 这好贵 对啊 而且就一个小家庭要租 我觉得小家庭大概就是在3万块以内才行 大概两房到三房 说两双新家庭 对啊 对啊 3万块上一小是合理的价格 涨价消息引起反弹 也正是因为社会住宅本就是一种惠民政策 但桃园市住宅发展处强调 八德一号设宅启用至今三年不曾调涨 此次涨价是反映周边房价以及租市场的行情 涨幅也经过三家估价师 以市场行情计算在予以打折 目前也已经着手研究调整方向 会考虑政策户 一般户以及薪资上的差异 并不会一视同仁调涨 而预计在年底也将研究出新的方案 以目前全台正在营运中的社会住宅来说 租金除了要考量成租人的负担能力之外 也会考量附近的行情 而且呢 以租金来说 大约社会住宅 会和一般的住宅相比 租金落在八折左右 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内湖的瑞光社宅来说 一房型的租金是一万两千九百元 所以其实在针对这些族群 他们可以负担的租金的能力 我们当然在订租金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考量 过去三年大概其实基本上 续月租金基本上都是没有调整的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考量到疫情的状态下 其实大家其实在这个负担成长的能力上 其实并没有提升 机制上其实我们本来在每三年 做这个续月租金检讨的时候 在出租办法的规定 本来就有就是提到说 我们可以参考物价的一个指数的状况 来做一个检讨和调整 考量入住社宅民众的薪资不同 条件也不一 各县市政府也依照住户条件分级补助 像是台北市分为三级 桃园市则是从2023年5月起 将社宅租金补助等级从5级改为6级 我们基本上政府既然有这个措施 我们就要吸收掉涨幅的某些某些部分 然后比如说别人可能涨三成 但是我们为了要照顾这些弱势群组 我们可能就涨一成就好了 目前台北市的社宅 我们大概在检讨租金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不坏物 就是第一个我们当然还是要 务实的考量 我们在运运这个社宅55年 我们需要的成本 这个我们在检讨社宅租金的时候 当然会做一个合理的 把这些需要的成本 做一个务实的检讨 这个是我们必须考量的部分 台北市租金最高的是木榨社宅 51平37900元 而租金最低的则是新隆低图社宅 12平7100元 外面的行情是三四万 但是我租给这些做事族群 只有一万 他们可能认为说 我已经很便宜给你的 所以你会认为不当一回事 涨个五六千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 但是这五六千对一万来讲 是五成六成到七成 对他来讲 他已经康康付得起一万而已 你一涨了六成 他当然吃不消 虽然以租金总价来看 一定是低于当地的租金行情 但问题也回归到薪资本身 究竟能负担的租金应该是多少 考量通膨还有行情 也确实得精算出不同的负担能力 TVBS新闻 何江洋陈佑 详细单词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vocal选择 北报道 《最门的像》 定人